这种视频你都发了很多遍了 能不能别发了 每天说来说去就这几句话 真的是烦死了 首先我很能理解视频前某些人的心情 如果我007号每天发的视频 给你了一种我在卖惨装可怜的感觉 那么我在这里先跟你说一声抱歉 很抱歉打扰到了你的生活 咋说呢 之所以某些人会觉得我每天发的视频都很像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视频风格就这样的 类似的视频文案 一样的背景音乐 让你产生了一种错觉 但说句良心话 我的初心是好的 我做这些也是为了生活 我只是把粉丝问的话记了下来 然后加上了自己的回答 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做成的视频发了出来而已 但视频的素材都是我自己打的 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呢 难道就因为视频前的某些人不喜欢 我就得闭嘴不发这样的视频了 那你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有点干涉到我的自由了呢 当然了 也非常感谢那些不管我怎样 都会一直支持我的小伙伴 真的谢谢你们 其他的没啥说的了 晚上直播间不见不散哦 我等着你们